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背井离乡 扎高原 携手脱贫 奔小康 他们把自己活成盏灯 只为照亮身边人 他们拾起生命的落叶 延续淡淡的乡愁 走过365个日夜 守护一片天地 不负少华 不负青春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他们一袭白衣 勇敢逆行 始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在这场辉煌的抗疫战争中 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敬佩和感动 他们义无反顾的背后 是职业精神的呼唤 更是医者人心最好的诠释 2019年 我们在雪域高原 也记录下了很多医务工作者 他们都很普通 却又太不平凡 他叫李调音 因为常年在高原防控寄生重病 他的身影为奴隐身 我们就说这个肉 把它制好了 因为这个老婆下来我才想吃 好 小二妈 是 如果再长大会就还要长了 如果我是寄生重的话 李调音他就是一个难产的敌人 就针对我 想法制法也帮我找出来 求出来 李调音 今年52岁 常年从事寄生重病 防治研究工作 对他来说 寄生重病就是一生之敌 我这么十多年的这个疾病防控方面 一些技术的储备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那么现在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就是要降低这个疾病 在我们流行区的一个流行程度 最后朝消除这个疾病的这个 就是方向来努力 我们多种事儿 大种种事儿 小种种事儿有两个 大种事儿 是五年级二伴的 往下的啊 往下的啊 他一后就带来劲 都给福川的时候跑下去 不得了 不得了啊 不得了 哦 那太好了是 是 就是你们平时你们看到过没有 有面条结局 吃爸爸里面有面条结局的这种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呢 发现过的请举手 哦 举手的同学啊 你们都看到过 是吧 好的 放下手 那么大家想不想这个虫虫是咋个得了的呢 嗯 那么是通过这种体道 治了这种 生到病里头 得了的这个虫虫儿 知道吧 咋过来改善过的没事儿 要来干净 是吧 你们这些 变后 都要养着洗碗 洗手 普通的话 那么大家就用口面提前发生 首先就是头痛 臭疯 眼睛看不到 这个味道就很大 所以说现在大家要了解 这个病的话 对你们味道非常严重 一定要休息 温和 保护自己不得这个病 掏虫病是寄生在肠道内幼掏虫所引起的疾病 之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 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 包括吃生牛肉 喂煮熟的猪肉 生猪肝等 过去两年 李条因多次前往水落乡小学 开展掏囊虫病防治工作 通过筛查 取样 化验 来寻找寄生虫的踪迹 这是一场持久战 那么每一次像我们比如说 我们到牡丽县的这个流行区去的话 是从成都到我们工作的地方 开车至少都是三天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觉得 这么大年龄 早地说应该就是说 不得不要那么辛苦了 但是因为我觉得有具体的原因 第一个首先是我比较热爱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那么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工作 可以帮助到很多老百姓 对他们进行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的宣传 可以帮他们查避 彼此同时可以治病 这个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猪肝 你要煮熟肉吃 所有东西都要煮熟才能吃 好不好 一定回去告诉爸爸妈妈 好 这样子的话你们二天才会健健康康的 知道吧 好 你是哪个村子的 古尼村的 古尼村的 哦 你们古尼村 你 我给你就是 去年子 去年子 你接到我不 你排了葱葱 我了葱葱不 我了葱葱了哈 你叫啥名字来 变玛纳木 哦 变玛纳木 对对对 变玛纳木 去年子窝了葱葱 是吧 现在还在窝露苗 我们给你吃了油过后 把葱葱窝出来了 是吧 那现在还在窝露苗 没有窝露哈 你看到个这个葱葱没有 好久看到了 整个星期都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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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三个星期也看到了哈 那就是 三个星期你看 你是哪个村子的 古尼 古尼啊 又是古尼 又是古尼村子的 那个 我们发现 这个学生娃儿啊 在这就是这个 这个小学生的这个 这个年龄段的娃娃 它那个主代桃葱病 感染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从我们收到 匆匆的这种情况看的话 已经达到了 平均达到了 百分之六的样子 那么整个仓道后头 有匆匆的话 达到百分之十二 就是一流年的调查结果 资料结果 因为我的预料 我预料是 就是说成人肯定是会 更多的成人感染这个病 而不是娃娃 但是完全就是说 这个结果完全让我 真的是第一个 首先我是刺激 第二个 我是觉得这些娃娃 该怎么办 我觉得健康的 担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重 有四百八里面 我这个变成的 你吃五年 这个啊 我都要好多年了 我都要好多年了 有五年 有七年了 三年了 有三年了哈 是每天都娃娃吗 每天都娃娃 今天也不得 有 我四十来做 这是不明的 这是不明的 你说了这个我这个变成之外 其他有没有哪不好 偷童啊 偷温啊 底下刀啊 在一起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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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有 海 李条英在研究和寻找包虫病的路上 坚持了二十年 二十年里 他不断将自己的心得传播到血液高原 为的是有一天能最终消灭他 而在这之前 李条英还需要另一位同行的配合 当人体感染了包虫病 到必须手术治疗时 麻醉师则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此时在甘兹州人民医院 殷措作为麻醉师主任 正在面临着一个高风险的手术 2016年9月 一名叫雍章的21岁女患者 因甘部感染包虫病 被送到了甘兹州人民医院 这个包虫病的话 它是一个人需公患的疾病 人体感染了包虫以后的话 他最容易把病的器官的话 就是肝脏肥跟着闹 和华西的王文涛教授 进行了院程回征 就考虑这个病人 如果直接切的话 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必须要做直提肝移植 在肝脏外科 是最定级的一个手术 它的手术难度非常大 因为这类手术的复杂性 以往成功的案例 都是在全球最顶尖的医学中心完成 为了挽救庸张的生命 甘兹州人民医院 决定在高原 挑战虫癌手术禁区 行业内有一句话 手术医师治病 麻醉医师保命 而当时 已经60岁的甘兹州人民医院 麻醉科主任医师殷措 担当了这台手术的麻醉师 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准备后 手术于2016年12月26日正式开始 顶着巨大的压力 因错对病人开始实施麻醉 起初 病人的体征 心跳等一切正常 然而 在手术进行中 意外还是发生了 以后他去学院就断了 血压正式 肝脏以后切入 拿出了气味 我们这边就要注意到血糖不能低 气温不能低 有嘛有嘛 来天有 来来来 主任过来 我们俩先把管操了 通过麻醉方案的调整 病人的生命体征 很快得到了稳定 这也为手术的顺利实施 创造了先决的条件 经过所有医师的努力 在长达15个小时的漫长手术后 这台全国首例高原肝脏外科手术 在甘兹州人民医院 取得成功 这台全国首例高原肯脏外科手术 在长达15个小时的 手术请不容 我们也是很新闻嘛 挺高兴 自己就得到 助理一下 好事嘛 无论 谢谢您的 我给你 太好了 我给你 帮我 这么俩 去 不要 不要 早上八点 是整个甘兹州人民医院 麻醉科人员最集中的时间 麻醉科主任医师殷措 会和当班的同事一起 总结前一天手术出现的问题 就当天手术 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 进行集中讨论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三个甘都是甘医疗 从这个甘是接到住一台嘛 然后婆婆在后面再接 还有个人待着 把个青椒明天住嘛 有没有人 他都比十年没住出来 那就医生必须要懂内科 必须要懂外科 还要回幼里 那你在手术当中 你不懂的话你明明不一定 你不晓得外科医生到底住在哪一层 在一台台高难度手术的背后 麻醉医生的工作往往不那么险山露水 也常常被患者和他人忽视 殷措已经在麻醉医生的岗位上 坚守了41年 殷措出生在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儿时的他和所有偏远山区的孩子一样 渴望走出大山 1978年 殷措考上了卢州医学院 毕业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甘孜州人民医院麻醉科 年轻的女医师对未来的工作满怀憧憬 但没想到的是 刚走上工作岗位 就遇到了不曾预想的困难 因为岗位的特殊性 他也曾考虑过转行 麻醉是个无名英雄 麻醉又带风险 吃你又不讨好 所以前八年 我就要不去经修 我不去 我就要要求挑出这个手术室 结果都搞了八年 比如经常给你送点哈达那些 人家都就说 你看这个是麻醉医生 他又给我发麻油 我一点都不痛 我自己觉得还是可以 手术台上 病人充满希望的眼神 给了他莫大的动力 殷措从此在麻醉师的岗位上扎了下来 他努力钻研业务 先后前往香港 美国等地 学习交流最前沿的麻醉技术 他的麻醉水平 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殷措四十年的坚守和付出 让他收获了无数患者的信任和感激 每当有病人康复出院 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同样 在迪庆 文宇梅最幸福的时光 则是在迎接新生儿 确保母子平安 走出产房的那一瞬间 云南省迪庆州人民医院 一名孕妇前置胎盘大出血 需要马上进行抛妇产手术 文宇梅医生 迪庆州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 这是他今天上午的第三台手术 前置胎盘大出血 若是处理不及时将危及母婴生命 过去二十一年 许多患者把自己的安危 交给了文宇梅 文宇梅要做的 就是抓紧每分每秒 快速准确地做出判断 不容有误 从一二十多年来 文宇梅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所有新生儿母子平安 而多年前 一个新生儿的离世 成为了文宇梅心里永远的痛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遇到碰到一个病人 生下来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产生进展 不是太好做了 抬头丝隐术 最终孩子顺利生出 食精重 状态良好 各方面来说发育也很好 小孩的那些 生下来之后的那些 还是挺好的 让文宇梅万没有想到的是 看似一切正常的孩子 在出生后第三天 就离开了人世 我就觉得自己挺难过的 因为是真的 我觉得如果像现在一样 癌科条件好的话 我想那个小孩 是应该可以存活的 当时我们什么检查 都不能做 什么检查都没有 治疗的也什么样都没有 条件很差的 以前是 从那以后 文宇梅医生 格外关注新生儿的健康 经过一番观察调研后 文宇梅医生发现 新生儿死亡率 除了与当地海拔气候 等自然因素有关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医院 缺乏儿科专科 无法对新生儿 进行及时的检查治疗 对于我们产科来说 癌科的一个建设 是对我们产科 最好的一个支持 我们要依托癌科 才能做好我们产科的事情 我们医院 由于条件有限 癌科一直都没分出去 在今年十月份以前 硬件条件受限 医院一时半会儿 还无法成立儿科 可是医院 每天都有婴儿出生 为了更多新生儿的健康 文宇梅实在坐不住了 她向医院提出了 去进修儿科的申请 并得到了医院的同意 昆明市癌童医院 进修了三个月的新生儿科 然后回来之后 就是对这些新生儿疾病 这些的诊治 也是在我们医院来说 还是有了好多 就是好多没开展的项目 都已经开展 文宇梅医生回到医院后 针对新生儿窒息复苏 及复苏后的支持治疗 腱肿症 肺透明膜病变等 分别制定出了一套诊疗方案 有效地解决了 新生儿死亡率高的难题 有效地解决了 这些新生儿的美国 学生的幻院 是有效地解决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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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就别走 你别走 好 好 好 这就走 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我家姑娘马上都两岁了 我就想到时候青年还有那个养治用主人 还有养力医生都帮家里人家 好好好 我们也看好了 她现在也相当健康相当开朗 我们想念了乖 是啊是啊 我会想到时候帮她 那我还想说 谢谢到时候一定帮她出个时间来 好好好 扎实琢磨是文玉梅的朋友 也是她曾经的病人 扎实琢磨特意来邀请文玉梅参加自己女儿的生日 这让文玉梅原来惆怅的心情好了不少 两年前扎实琢磨在医院奄奄一息时 文玉梅医生是她的主治医生 那种伤可以全部 我觉得我参加工作十多年了 这么严重感染的病人我第一次碰到 她躺在病床上已经出现有点神智恍惚的情况 人生中毒感染以后感染性休克了 那个下肺的那个呼吸基本上已经是消失了 从休克开始我觉得将近两个星期 一直就在死亡线上挣扎 就是已经可能到了那个绝望的地步 但因为离县城又省城太远了 我们转出去的那种条件又没有 文玉梅医生联合多科会诊 对扎实琢磨实施了救治 在这个过程中文玉梅还发现 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悲观情绪 我父亲他们也年纪比较大 然后以前跟我们读书那些非常辛苦 包括公养大 但是我们一样也没有报答 然后我小孩也小啊 此后文医生日夜相伴在扎实琢磨身旁 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调解心态 积极配合治疗 他们就是经常喜欢说的就是说我人才好 但是我也知道我不是那种特漂亮的 但是可能他们在那个鼓励我安慰我 可能给我打气 一句句问候 一个个笑话 一次次谈心 文医生一边对症下药 一边心理疏打 让扎实琢磨对治疗有极大的信心 现在扎实琢磨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孩子也快两岁了 文医生倍感欣慰 很开心啊我觉得很开心真的 每一个医生我觉得自己的病人 康复出院的时候是心情最好的时候 我想每一个医生都一样的 他们扎根高原 护佑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他们全天候呵护着生命 全是了人性全数的真正海 注视着这些为生命健康匆匆登亡的最美被 有人叫他们白衣天使 有人叫他们平民英雄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 证据将之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就死不少不死艰辛 只做追求的 而就